美国总统拜登3日宣布,美国将把2021财年难民接纳上限从1.5万调高至6.25万人。 自就任以来,拜登撤销并调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多项移民政策。 与此同时,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压力持续加大。 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美国3月在美墨边境拦截的非法移民总数达17.2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有近1.9万人为无人陪伴未成年非法移民。 这一数字是2009年开始公布数据以来的单月最高记录。 根据拜登当天签署的备忘录,在6.25万的难民接收配额中,非洲地区的配额最多为2.2万人,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配额仅5000人。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说,上一届政府设定的1.5万难民接纳上限没有反映美国的价值观。 在提高接纳难民上限的同时,美国将扩大接纳难民的能力,其政府计划在下一财年设定接纳12.5万名难民的目标。 全美新冠疫苗日均接种下滑之际,白宫四日向各州表示,如果他们不按分配量订购所有疫苗, 其中剩余部分将转让给其他州,以缓解当地疫苗供不应求的问题。 这是拜登政府首次从按人口数量分配疫苗转向按需分配。 不过,白宫也不想因此政策转变而造成惩罚某些州的印象。 那些未能满额订购疫苗的州,不会从此就永远失去满额订购的机会,下次再定时,又可以足额订购。 白宫疫情小组协调官齐安兹表示,这一转变显示政府快速响应,把疫苗分配给想打疫苗的人, 并指那些愿意开车,长途跋涉,到外地打疫苗的人将因此受益。 而为了遏制新冠疫苗接种下滑的局面,美国总统拜登将设立一个到7月4日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新目标。 据墨西哥城政府官员表示,5月3日晚,墨西哥城发生的高价铁轨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3人,49名伤者已被紧急送往医院。 4日,墨西哥城市长克罗蒂亚表示,对事故的发生感到非常抱歉,将进行相应的调查,公布事故的原因。 美国驻华使领馆计划从5月4日开始恢复为学生预约签证。 美国驻华大使馆代理总领事威廉·比斯特·兰斯基表示, 一千多名签证官员将亲自会见学生,处理他们的申请。 5月4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签证官将穿着印有他们毕业大学标志的运动衫,向中国学生发出一个信号, 美国人欢迎外国学生进入我们的家庭、社区或大学。 比斯特·兰斯基说,到5月中旬,大使馆每天将能够进行2000次学生签证预约。 美国大使馆网站对学生开放在线签证预约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收到了3000多份申请。 比斯特·兰斯基说,计划今年秋季去美国上学的中国学生必须在学业开始前120天申请美国签证, 并在30天前进入美国。 中国学生抵达美国后是否需要完成14天的隔离, 将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当地政府的政策而定。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出三日公布今年首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7.8%,终止了6个季度的连续收缩。 货品出口总额与上年同期比较,录得30.6%的实际升幅。 货品进口总额实质上升23.3%。 另一方面,一季度服务贸易数据仍然下跌, 服务输出同比下跌8.7%,服务输入同比实质下跌14.9%, 但两项数据均比上一季度近30%的跌幅显著收窄。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在2021年首季度明显复苏, 主要反映在全球经济复苏下,货物出口增长非常强劲, 以及同比基数较低。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在短期内应有利于香港的货物出口, 服务输出也应有所改善。 鉴于世界多地疫情仍然严峻,旅游相关活动的恢复将缓慢。 香港方面,倘若疫情继续受控, 营商及消费信心渴望在今年更全面地改善。